HELLO 大家好 又到了跟我一起週計劃Plan With Me 的時間了 那這一週的應該說下一週的Plan With Me 因為我現在是預錄 我們是預計下禮拜度假 可是因為計劃還不是非常的確定 所以就以原本要出去玩的計劃 來設計下個禮拜的週計劃 這一週的天氣呢我寫兩個地方的天氣 因為不確定到底會不會成形 所以我上面是寫我們要去度假的地點的天氣 下面就是寫法蘭克福的天氣這樣子 那我們就直接進入正題 一開始呢我就先把側欄的那個 Social Media的貼紙給貼上去 接著呢我就來貼header的地方 第一個呢我今天不貼to do 因為下個禮拜如果出去度假的話 就沒有那麼多的to do 也沒有什麼to do可以寫 所以呢我第一個的地方我就貼today 那第二格的地方呢我就用自己設計這個 有春天氣息的花朵的滿格式貼紙 那這個呢是我之前有跟大家介紹過 是上面有涵蓋了header的地方 我現在貼給大家看你知道我的是什麼意思 看這邊是普通滿格的地方 這邊是header 那我這貼紙一貼上去 它就是把滿格的地方和header的地方都蓋住 然後滿header的地方 還有一些就是比較淡的 同樣的圖案 但是就比較淡可以寫字這樣 中間這個滿格包含標籤式的貼紙 貼完了我來貼最下面的標籤格 我貼personal 因為到時候如果我們出去度假的話 我會帶電腦 那到時候還是可以編輯一些影片啊 或者是做一些 部落格等等的就是跟電腦有關的 所以我可以 我還是會填在 所以我還是會 我還是會填在personal的地方 那personal貼完了我來貼最下面底 藍底霸的地方 我用兩卷紙膠袋 washi tape 那一卷呢就是花的 之前我不知道 我之前好像有用過 那一卷呢上面就是有小條蟲啊 彩虹啊 太陽啊 雲朵等等 就是很很春天氣息的 所以呢我下面就是用花的來貼 從最下面開始貼 因為這個紙膠袋的那個方向有一點相反 不像這邊我可以從左往右貼 所以呢我現在就從右邊往左邊貼 底霸的地方 底藍的地方我貼完了 接著呢我就來貼最下面personal滿格的地方 我想要用這個閃亮亮的貼紙來貼 從第一格開始 好因為這一組呢我只剩下六張 那星期天的地方我就先不貼 等一下看看有什麼其他貼紙可以來佈置一下 接著呢我就來貼一些標籤貼紙 就是提醒式的標籤貼紙 星期二 星期三我想要上傳plan with me 所以呢我就貼一個影片上傳社交平台的這個貼紙 貼一個綠色的 把它貼在最下面這裡 然後星期二呢我要上傳這一週的vlog 所以我把它貼在這裡 禮拜五呢我可能還會再上傳一個影片 我就貼紫色的 週末呢我一樣要貼週末橫幅 我就把它貼在小花的這上面 禮拜如果去度假的話 星期五回來 所以呢星期六星期天 可能就是要去買一些菜啊 然後整理一下家裡 在星期六的地方好了 貼一個黃色的支扣子 星期一呢如果那邊我們度假的地方網路OK的話 我就會上傳影片 還會上傳這禮拜週期畫到Instagram上面 然後我就貼一個Instagram的這個貼紙 星期一呢我預計想要編輯Vlog 所以我貼一個影片編輯上傳的貼紙 來貼一個綠色 星期二呢我也會編輯一個影片 所以我把它貼在這裡 下禮拜我們去度假嘛 所以我想要貼一些度假相關 就是比較有一些些關聯的貼紙 我就從星期一貼到星期五 貼在第一格的地方 就貼這種相機啊 然後比基尼這樣子 接著呢我就來貼這個相機的貼紙 我想要貼在中間這一個 就是當作裝飾 我剛剛貼得太起勁了 貼一貼就不覺得就把小貼紙拿來佈置了一下 那我現在就正式進入佈置的那個階段這樣子 我剛剛大家看到我剛剛已經貼了 就是跟要出去度假海邊的貼紙有關係的 那這就是剛剛不小心停不下來 貼了更多的那個裝飾的小貼紙 那接著呢我就繼續的來貼布置的貼紙 今天呢我會用幾本DARIS的貼紙 就是不同很符合出去度假的那種貼紙 就是這四本 首先呢我先貼這個Pullside 因為我們要去海邊 黑洲的Plan With Me 跟我一起做計畫的設計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因為影片的部分我還沒有非常的確定 所以我就都先不填 就是這一周我都先不填 等到下個禮拜行程都確定之後 我再慢慢慢慢填上去 那想要看完整的洲計畫設計呢 再請大家去我的Instagram賬號看 那就先這樣囉 掰掰 就是這個獸 這個腳跟去死皮的居家工具 我們再看完整了這幾個獸 這個 這個 某個獸